乖 学长 谈得怎么样了 霞妍 只是还在生气 他会原谅我的 我不会放弃的 你回去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得负责消灭了 我以为你会给他们倒掉呢 那也不能浪费食物啊 那那些呢 留着吧 说不定哪天就停电了呢 这些你都留着 那学长 我跟他不可能了 如果刘一鸣回来找你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当然不愿意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所以 你千万不要再帮他了 我也知道 只是 当时他在学校的时候也帮了我不少忙的 我这个人吧 我又心软 对不起啊 瞎眼 干嘛道歉啊 我又没怪你 你知道我的想法就行了 我知道 我已经跟学长说过了 我真的是最后一次帮他了 走吧 吃东西去 林浩做的虾也挺好吃的 凉了吧 用不用热一次 不用了 就这样吃吧 薇琪 许总 您找我 夏妍呢 夏妍跟艾米出去开会了 这个点应该快回来了 好 这边总算是搞定了啊 现在就上NK这个大麻烦了 那边你还管不管 徐总说了 他来搞定 不用我管 可是这好几天了 怎么也没动静 他心里应该有数吧 徐总有数 薛总可没数 回头薛总要是问起咱们了 咱们快得给他个交代啊 是啊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上去吧 哦 好 喂 颜总 我已经看到他了 夏妍姐请 好 谢谢 你好 徐总 会开得怎么样 很成功 我马上把会议记录 整理出来 怎么就你自己了 夏妍呢 刚才有个男的找他 走了 零号 这次我们的身份 来到他 很新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这里面的人 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遇 但是只要SG留我一天 我都不会主动离开 袁总 我先告辞 有点意思 进 许总 上午的会 刚才那个会议 艾蜜在五个小时三十八分钟之前 就已经向我汇报完了 所以 你用了五个小时三十八分钟去处理 说清楚了吗 对不起 我刚才 办公时间办公地点 有公事就说 私事我没空替 还有 饭店的假期找人事补一下 那 马上到下班时间了 我能否请许总吃个饭呢 这次是因为私事 如果今天不行的话 明天也可以 就今天吧 我去订餐厅 那我去订餐厅 我们下班见